AudioJungle 他不惜钱财,把奉鲁全部捐献出来,为了方便断玉审案,他不辞劳苦,把办公室设在了牢狱一旁,为了秉公处理政务,他不畏强权,结果遭到察言非免职,为了效力辽东战场,他不顾年迈,最终,云命于行军途中,如此忠君,爱民,大义,无私的亲官,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难得一见的, 他,就是隋朝一代巡历新公义,所谓巡历,就是指奉公守法,造福百姓,受到百姓一致称颂的好官,巡历这个称谓,最早建于史记中的巡历列传,司马迁先作巡历列传,后世因之,为汉书,后汉书直至青史稿所承袭,成为正史中纪述那些重农宣教,清正连结,所居民赋,所居建司的州县习地方官的固定体力, 在中国历朝历代所记载的巡历中,新公义无疑是最典型,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,新公义,声援不详,笼西迪道京甘肃临桃县,人,家境贫寒,幼年丧父,由母亲抚养成人,并亲授书传,北周时期,新公义入选太学,殷勤苦好学,熟悉道义,见解高远,扑手如士们赞赏, 历任长治上士,扫寇将军,宣纳中士,内侍上士,开皇元年公元581年,隋文帝阳间代州建隋,新公义,历任主特侍郎,嫁补侍郎,因政绩突出,得到了隋文帝为我公义,奉国庆心建隋书的赞扬, 后来,新公义因隋军灭臣有功,被提拔为明州京甘肃民县次使,明州,地处偏远,经济落后,知识匮乏,尚未开化,文明程度很低,新公义出任明州次使后,发现此地有未定的土俗,即若一人有疾,即何家必知,父子夫妻不相看养,若家里有人生病,家人不但不照顾,反而远远的躲开, 就连父子,夫妻之间都如此,这种被病如虎的可怕民族,知识病者多此见随书,本来不是什么大病,因为当地人怕被传染,而对病人不管不顾,任其自生自灭,任其在病痛煎熬中,活活等死,这完全与汉民族倡导的孝道主义被盗而驰,格格不入,在新公义看来,真正可怕的不是病,而是当地人的这种孝义盗绝, 这种不通人情的愚昧不化,此风不除,民州难以安定,也难以发展,对此,新公义非常担忧,决定从根上整治,一封一俗,公义患治,欲变其俗见随书,主义已定,新公义派人分头去寻视全州,发现患者,一律台至关牙厅堂,请医生为他们整治,酷暑,疫情高发时节,厅堂里的病人多达数百, 走廊也住得满满的,未便于照顾病人,新公义则亲舍一踏,独座席间,终日联系,对之理事,一边就地办公,一,关心治疗,此外,新公义还将所得致奉,禁用施药,为营医疗之,公劝其饮食,见随书,把奉路全部捐献出来,为病人求医买药,供给饮食, 在新公义的精心护理下,许多病人都转为为安,渐渐恢复了健康,在病人痊愈后,新公义派人找来其亲属,推心致富的当面对他们说,一个人生死由命,与接触病人身体无关,之前,你们因为怕传染,对病人不管不顾,他们才会死去,你们看,如今我把病人都聚集一起, 日夜坐卧在病人中间,我不是没被传染吗?这不是好好的吗?从此以后,你们就不要再相信那些土俗了,病人的家属们听罢了新公义这番话,无不羞愧,再三叩谢后,领着亲人而去,作为亲身照顾病患的榜样,新公义的一言一行,让民众百姓在思想上觉醒,此风遂阁,后人有欲病者,争救使君,其家无亲属,因流养之, 从此以后,百姓凡有生病者,其家人都会带着病人,争相到新公义那里去接受救治,对无亲属的病人,新公义则把他们留下来供养,民州境内出现了史乡慈爱的梁峰,合境之内忽为慈母,见随书,民州百姓,八字废斧地称,新公义为慈母,因官封好,口碑家,在治理好民州后,新公义又被派往某州金山东来州, 担任次使,赴任路上,新公义听说牧州监狱人满为患,觉得很不正常,又觉得是,重大,顾到任后,不是先去关崖歇息,而是直奔监狱,立即进入工作状态,现场办公,对在压之人进行盘问, 一连工作了十余天才回到关崖,下车,先知狱中,阴漏坐牢策,亲自验问,十余日间,绝断闲静,方还大厅见随书,对于新的诉讼,新公义不及于立文案,而是先行审问,若宇一难案件,当天没审完,才将罪人暂时关起来,他自己也不回处所睡觉,而是睡在在大厅里, 有人劝他,此事有别人办理,你何必自找苦吃呢?新公义说,我作为此事,没能引导百姓向善,才出现了百姓犯罪,而被关押,子民被关押,我能心安吗? 一些罪人听到新公义这番言论,闲子款服见随书,诚心服罪,新公义不辞劳苦,勇于自责的事迹传开后,宋者多两让而止,因为不肯劳累新公义, 矛盾双方都不想再打官司了,预送迅速减少,社会风气明显好转,除了引导百姓遵法首计,新公义还关爱民生,率领百姓清修水利,发展生产,走致富之路,实在,有一年普将暴雨,山东自沉,乳之于沧海,皆苦水灾,独而谋周境内悬崖交错,独无所损见随书,不能不说这是新公义的功劳, 人寿元年公元601年,新公义被任命为扬州道处治大使,负责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,当时,太子杨广之子豫章王扬坚,在扬州期男爸,女,作恶多端,干了不少坏事,扬坚害怕新公义会对自己不利,便派人提前去境外营后,求其手下留情,新公义明白扬坚的用意,以奉照不敢有私,予以拒绝, 到达扬州后,新公义秉公办事,对混蛋官员皆无所纵涉见随书,并将杨检的罪行如实上报朝廷,忍受四年公元604年,隋恩帝去世,太子杨广登基,改元大业,是位隋杨帝,隋杨帝即位后,听信了儿子杨检,原杨州长使王红等人的谴言, 因言公义之短,竟去关,将新公义罢官,但丽人手却诉冤,相继不绝见随书,很多人聚集在公门为新公义民渊教区,几年后,隋杨帝一则了解实情,二则为了笼络人心,便让新公义任职内室侍郎,后任司吏大夫,简教又语为武奔郎将, 后来,隋杨帝因高沟里不尊臣礼,居全国职兵远赴辽东,志在彻底政府朝鲜半岛,年过花甲的新公义也在随行队伍中,因为年老体衰,新公义在大军行至柳城郡,尽辽宁西部时病亡,一代宣丽靖克死他乡,十年六十二岁,新公义一生不解爱民如子,轻力教化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而且不畏强权, 公正联名,身名大义,他对得起此母这个称谓,也对得起他名字中的公义二字,本篇晚